在中国有很多贫困村 不缺好产品 他们缺一条路 像我的家乡东萨拉辣茶 这里有著名的克尔小狼 但是我们从而比较贫困 我从二岁开始了 那时候就想我们这么好的牛 为什么找不出一条脱贫之后的路 后来老百姓找我 让我当村康部 但是当上村康部以后 我一心想让村康复起来 第三年我们终于了合作社 这几年我们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我们合作社形成了 从草原到餐桌 牛肉圈才一连 我们的顾民变顾民 日子越过越好了 但今天疫情 各自社全国是参加 南京一斤肉都卖不出去 影响了我们全村民 一千五村民的收入 保衡到基因 三月后我试着在快速直播 别人说韩语都说不好 你能卖多少牛肉 我想是哪怕是卖一斤 不要卖 得改变我们的思路 找出更好的路 后来呀 快速平台有专人给我们指导 领体领导 大家都鼓励支持我们 楼庭也特别兴奋 晚了那几个月 我们的粉丝涨了一百多万 当时视频和画面都打到残枪了 就这样我们的产业保住了 我们所有的命运也保住了 所以电商直播不过 相当真心 这条路我们死对了 现在我已经爱上了直播 而现在快速上是个网路之路 这是很大的跨度 我想说 二个思路就是多条路 多条直播 一个家庭 一个打穿风 就多几倍的幸福 你也知道 成了个呗 成了呀 孟赛小铁定营